我們現在繼續 繼續就講一個 這張是羅莎公司的鉤票 已經停業了 還未辦解散還未辦住宵 今天我有請他們 比價生人的價生人 要找這羅莎公司的鉤票 另外就是 這份是 我們公司的 公司的 請求鋪設 這就是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新建工程處 因為我們要請他鋪設一個計畫道路 所以他說 為當事人都市計畫事件依法提出答辯 他說都市計畫事件其實是僻見道路事件 批建道路事件 當然 他說 代地通行權是民法 人民沒有申請權說要編列預算 我們有請他編列預算 編列預算 編列預算 但是他說 台北市市林區 碎山段這個土地是室有土地 無需徵收 無需徵收 他的意思是不用編預算 我重點是這裡 重點是計畫 導入你要編列預算 去鋪設 去做 人家說做叫普羅 是不是這樣來 柯恩哲市長 所領的市政府 這個單位叫做新建工程處 他說 沒有議算 沒有議算你要編啊 每年的少許少議議算 你就要編啊 是不是這樣 這讓你們參考 還有代地通行權 代地通行權 民法七八七條 七八八條 請求開閉 矽徵土地為道路 他說 公法上之正義出法律 卑有規定法 得以本法提起行政訴訟 所以民法第七百八七條 七百八十八條 為司法上之爭執 何非屬於行政法院的審判權所及 這是市政府的答辯 我有說過 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訴訟 都是為了人民的權利義務 反而去做判斷 感謝 謝謝大家 這是市民外雙溪的土地相關訴訟